欢迎大家来到复兴和福音步道第三周第五天的学习 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的信息 可能和大家平日经常听到的内容不太一样 我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 信心在福音信息中的地位 你晓 我已经讲了什么是福音 福音就是十字架的信息 当十字架的奥秘被清晰地讲明 圣经说神的大能就藏在这十字架的信息中 然后就会有超自然的事情发生 人们的心里就会生出对神的信心 我曾经在前苏联开过步道会 那是摩尔多瓦共和国有史以来 第一次有人站在国家体育馆步道 我就站在他们的国家体育馆步道 当时新闻媒体也在 他们问了我一个问题 一个记者问 田先生 你真的相信 仅仅因为你讲的一些话 人们的生命就会发生改变吗 这是一位无神论记者 他问的的确是个好问题 我的意思是 你想想 仅仅因为我讲的一些话 此话怎讲 我就对那位记者说 是的 女士 我不但相信人们的生命会改变 我也知道他们的生命一定会改变 不是因为我在讲道 也不是因为我的口才 不是由于我所做的一切 而是因为我传讲的信息里面 藏着大能 藏着神的大能 想想看 神的大能藏在十字架的信息里 所以每当十字架的信息被清晰地传讲 神超自然的能力就出现了 那些听众的心里会发生一些变化 他们的内心深处会生出对神的信心 圣经说 信道是从听道而来 道就是基督的福音 所以当基督的福音被清晰地传讲 靠着圣灵的大能 听众的内心就会开始生出对神的信心 这就给我们提供了机会 我们要给听众一个机会 用信心来回应福音信息 当然 我们这么做也要十分谨慎 我们不是仅仅传讲福音 我们还希望看到听众用信心去回应神的道 我知道有很多人对此感到不安 他们说 你知道我不介意去分享福音 但邀请别人把他们的心交托给主 来信耶稣 跟随耶稣 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然而 这件事很重要 我并不是说要操纵别人的决定 也不需要担心害怕 说句老实话 在我的不道生涯里 有时候几千人回应要信主 也有的时候没有一个人回应 记得有一次我在苏格兰步道 我生死历劫地步道 结果没有一个人回应 接触后同工们都有点不好意思 很尴尬地说 我真的感到很抱歉 我回答不要紧 其实真的没事 因为我对神的话语信实 这就够了 剩下的神会负责 要知道我们的目的 并不是要炫耀取得多么大的成就 让人信主是神超自然的作为 因此你可以给听众一个机会 神会在他们心里做工 吸引他们 神的灵会亲自吸引他们 我们所讲的给听众一个机会 步道家把这个称之为 邀请人们来接受基督 跟随主 把他们的心交托给主 来信靠基督 当我们发出这样一个邀请的时候 有几点非常重要 首先你需要祷告 有许多人跟随耶稣 然而耶稣说了一句话 他说 若不是拆我来的负吸引人 就没有能到我这里来的 他说完这句话 许多人就退去 不跟从他 只有神才能吸引人 归向耶稣 所以你要祷告 当你有机会邀请人来信靠基督时 圣灵会亲自吸引他们 因为圣灵若不做工 一切都是徒劳 其次 要在灵里分辨这一切事 有些时候 我们所做的只是撒种 有些时候我们需要去收割 我们需要谨慎地分辨 有的时候 我不会邀请别人接受主 因为我在谈话当中 就知道对方还没有预备好 神的时间还未到 但我晓得 要跟他们分享福音 也清楚地 给他们讲解了福音 我也明白 自己当做的 就是这些 还有一些时候 我从对方的眼神里 就看出来他们的心 已经预备好了接受基督 那我就不会错过这个机会 要抓住机会 跟他们分享福音 给他们机会 去回应 第三 你要跟他们一起祷告 求神触动他们的生命 带他们做一个简单的 信靠主的祷告 记住 这些不仅仅是一些词汇 一种立行公式 这是实实在在 发生在人心里的事情 你要清楚告诉他们 这些道理 神会在他们的生命里做工 他们会明白 你也会明白 从此以后 你还要帮助他们 开始在基督里成长 神会祝福和保守 但你也不要漏掉了 这个邀请 基督一直在邀请人 到他那里去 你分享福音的时候 记得要给听众一个机会 来回应这大好的信息 你们 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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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